收容在宠物银行里面的流浪狗狗 听到有人接近同时兴奋警戒起来不断吠叫 位在七独马林地区的宠物银行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启用呢 一向关心流浪猫拳宠物问题的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在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产发处 以及宠物银行园长和工程人员等人陪同下 再次前往会刊 发现像是之前工程缺失中的漏水问题 已经注射发炮剂 抓漏止漏 其他缺失也不断改善中 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启用 没人敢说 因此张炳君建议市政府 是否可以采用部分验收 市营运的做法来启用呢 那我们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也在网络上有看到 有一些的志工反映我们宠物银行 当时在新建上可能有一些的疏失在 所以我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 我就立即的前往我们宠物银行 来现场来去看看 到底实际的营运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经过其实产巴处的不断努力下 炳君今天再次办开会刊 邀请产巴处一起来看 就是看这些的缺失 目前的改善状况 是不是真的可以符合一个 我们流浪动物 一个友善的收容环境 当然其实我们现场看到的时候说 已经有大部分的缺失都有进行改善 但还是有很多的小细节 也需要我们在后续来跟产巴处 甚至我们营召单位来去共同协助的 那让我觉得这个千万不要急啊 就是说我们希望一开始的 虫物银行提供 就是友善的动物环境 所以我倒会会建议市政府这边 是不是可以采用先试营运的方式 让我们这些流浪的猫犬 先进来这边 等到实际营运状况之后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的空间 然后把它一次改善完 改善完之后 再来正式开放给所有我们金融市民来这边 不管是带着我们流浪动物来这边散步 或当志工也可以 但不管怎么样 我也会持续监督市政府 一定会让我们的虫物银行 成为友善的动物环境 张炳君认为部分验收市营运之后 也可以发现犬舍及猫舍 以及工作人员办公室等设计上 和实际运作起来的差异 可以同步进行改善和调整 希望市政府尽快克服问题早日启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